阿富汗的袭击 据英国每日邮报8号报道 近日一段阿富汗塔利班基地遭空袭的视频曝光 非常奇怪的是 交出这段视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竟然声称 发动空袭的不是已知的任何一种战机 而很有可能是不明飞行物 也就是说是UFO 难道这是真的吗 画面中 一架三角形的飞行器在空中盘旋 突然这架飞行器闪了几下光 像是在发动攻击 紧接着地面上就炸开了花 随后这架飞行器便消失在浓烟中 据报道 这段画面拍摄于今年三月 当时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一名士兵 正好躲在附近的一个掩体内拍下了这段视频 据说从这架飞行器的外形来看 不是人们已知的任何一种军机 他的身份非常神秘 不过这段视频曝光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 这根本就是视频提供者在故弄玄虚 这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很有可能是美军最新研发的战机 此外也有人认为 这段视频被人动过手脚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了说 为了不从阿富汗撤军 如今美国人连外星人正在逼近这招都想出来了 好久不见了